都已经放学了 班主任叫我到办公室做什么呢 你可算是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学校的厕所怎么被你拉堵了 没 没有啊 没有 你看看这还能过人吗 明明是学校厕所有问题 怎么能怪我呢 还敢顶嘴 今天我要让你怎么拉的怎么给我吃回去 不要啊 我才不要吃奥利给呢 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樱花高中的老师 什么我不配 难道你配吗 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 就你这样只会惩罚学生的老师 能教育出什么好学生呢 我早就不想在这里上学了呢 臭丫头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还好 有小伙伴提前帮我做好了跑酷 颜色还蛮好看的 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那就先听坏消息 那就是你们老师可会跑酷 他还有五次喷气背包机会 系统那我有多少次喷气背包呢 这正是我要说的好消息 就是你的小伙伴们一直说想开除我 所以本次跑酷喷气背包次数就让你的粉丝宝宝们决定吧 他们说几次就是几次 太好了 那小伙伴们要给我多少次喷气背包呢 快告诉我吧 毕竟我可不想被抓回去吃奥利给啊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话题就是说 你们谁缺闺蜜呢 如果你没有闺蜜 不妨考虑一下我背和我做闺蜜 我会教你玩跑酷的 还会一起聊天的 当然了 不是三分钟热度的那种哦 下面大家自行观看吧 公司逃离成功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